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博阿拉伯 用5分钟解决商业痛点 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跟我的客户经理 我们在讨论就是 Transpits应该推出哪些新的服务 可以协助我们的客户在全世界卖得更多 那你猜猜看 我的答案是什么 是SEO吗 还是内容行销 还是影片制作 还是广要投放 到底哪一件事情是我认为 能够从基本根本上 改变客户营收的样貌的 你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在comment里面 就是给我一些你的观点 你认为哪一个服务 对于一个商品来说 能够产生最最最大的影响 然后我们一起看个影片 看看我的答案是什么吧 但是该做不是为了赚更多钱 而是recognizing 什么事情真的对客户产生的外来 假的像我最觉得 我觉得东西我自己啦我个人 这里面我最爱的是哪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刚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会改变客户的营收的全貌的 有一件事情只要 once it's done right it changes the entirety of the client's business 也不许可 不是 video 嗯 我觉得是video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很talented partner也好 或者是in-house team 你能够拍一个很屌的video at a cost that's not crazy 或者开拍很多个version of the video at a cost that's not crazy 我觉得是可以改变客户的 business landscape entirely 就是video story telling and it's story telling in the medium that's 现在是最重要的最流行的 所以这里面最多的service 如果你说哪一个我想master 其实是video production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帮客人做出很棒的commercial video 就像Herman Brothers做的那种感觉的 at a cost that makes sense 然后中间是performance bounded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好啦 没错 我的答案就是影片制作 因为我觉得行销基本上就是说故事 对不对 行销不是说你都会投广告 然后就是多懂这个facebook algorithm 然后你的广告就可以投的多便宜 因为如果你没办法把故事说好的话 你买到再便宜的impression 再便宜的click 它都不会有转换率的 那现在每个人都很忙啊 所以大家也不想要看很长的文字 是听你说故事 所以最快最短时间最有效率最有影响力 把故事说好的办法就是透过影片 所以如果Transpace 要能够专注在一个新的服务跟技能上面的话呢 我自己选择是我们在创造 非常有direct selling power 又非常entertaining的影片这件事情上去做努力 那我范利中有提到Herman Brothers 他们拍的影片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如果你是个行销人 你对影片行销有兴趣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看他们的作品 我会把Herman Brothers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放在连结里面让大家一起看 然后他们最近也常常就是在教学一些 就是你怎么去思考影片 怎么拍影片 怎么拍出好的e-commerce product的影片 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 好了那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吧 嗨 维鸣 我觉得商品应该要因国而异 这是很多大品牌在做的方式 比如说针对某个市场 它会推出可能真的很适合当地市场的定价跟产品线 所以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商品的话 我说老实的是作为一个大品牌来讲 在全球定价如果差超级多 其实是很不make sense的 因为网络现在超级发达 消费者可以很轻易的就快速的查出 A商品在A国是这个钱 A商品在B国却是更便宜的或更贵的 透过代买代购就会很快速的可以取得 那也创造了就是水货商啊 或者是其他就是dropshipping这些可能性的产生 那反而会造成市场有点混乱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加上合理的国际运输 跟当地的关税 当地的税收去订当地的价格 让这些投机者没有利润的空间 而避免掉串货跟水货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那样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手法 但如果当地市场真的没有办法负担到 这么高单价的产品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可以思考的是 副品牌或者是不同的产品线 去符合当地的消费能力 但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个品牌 或者是还不是很知名的 你比较以利润思考为导向的话 那我觉得就没有差啦 就是赚一波嘛 赚一波就是利润最大化的思维 而不去考虑品牌长期的发展 那我觉得就是在当国 你可以卖到什么样的价钱 或者是最大利润化 最大营收最大利润化为导向 去做定价的思考就可以了 只要是能够卖的出去 就不要去管品牌长远的事情了 好希望以上的答案 对你有一些启发跟想法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会喜欢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 好不好订阅很重要 因为满满人海这个你不订阅 有时候一下子人就错过了 下一次你就不一定看得到我的影片了 然后看影片的时候也不要这么揪心嘛 就把它当成一个娱乐看待 因为烦每个人每天到上班上班都遇到一些鸟屎 你就把这个影片的观赏 观赏当成一个娱乐的性质 没有这么严肃好不好 商业其实很好玩 没有那么严肃 好啦 下期见 拜拜 全世界卖的更多 那你猜 那你猜我的答案是谁